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嘩! 怎麼了? 又有停電嗎? 嘩! 我做事未保障 Hello 大家好 我是Bubo 前一陣因為元朗電纜橋著火 令那晚團完天很多地方都停電 令到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辦 話畢香港都很久沒試過這樣 突然大範圍停電 別說沒得上網、沒電視看 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沒得開冷氣都不知道怎麼辦 還要連風扇都沒有 真是好慘 所以我家裏如果有後備電 萬一有甚麼意思上來 都不用那麼騰雞 講的後備電 當然不是大家平時拿出外的尿袋 而是我今次要介紹的 Finix PS500 漏洞電源 別看它細細舊 其實裏面足足已經有144000mAh 比起平時用開的尿袋 只有10,000mAh 已經足足多了14倍 講得用來放在家裏救命 就當然不止得USB那麼簡單 它機身上有兩個平時大家用開的三腳插 可以用來駁普通的電器 風扇、手提電腦、一些簡單的煮食用具 甚至是小型雪櫃都應付得到 甚至大家最擔心的家裏雪櫃都可以用它來救命 不用怕食物那麼快變壞 而它連續供電可以去到500W 最高更加可以去到600W 當然冷氣機和一些好食電的電器就不行了 但用來救命就已經很夠用 它同時有4個12V4ADC輸出 有4個USB Type-A 其中兩個還支持快叉 不單這樣 還有一個Type-C 最高可以有60W輸出 以它這樣一身的裝備 不要放在家裏救命那麼簡單 對於喜歡露營或車營 甚至野餐BBQ 帶它出去便方便很多 又可以帶雪櫃隨時有凍夜飲 大個爐還可以吃燒肉打邊腦 都不是說不爽 它機身前面還有一個屏幕 可以顯示現在聖元的電量和輸出 它會計算大約可以用的時間 你就知道剩下多久可以用了 根機會有一個火牛和電源線 插下去便會開始充電 如果想快一點的話 只要你手上有Type-C PD的快叉 幫忙一起充電的話 最快大約3個小時便可以充門 不單這樣 馬上駕車出去玩的時候 才發現它沒有電 它都支援車充電 想玩得環保一點 只要買多個太陽能充電板 一邊同樣玩遊戲 一邊幫電充電 適合想玩回3天2天的朋友 來我總結 以前這類流動電池 真的只會喜歡戶外活動的人才會留意 但經過剛剛的大停電事件 相信很多家庭都會打算買回舊 放在家庫門口 萬一有什麼事都不用那麼騰雞 FINNING這款PS500體積不算大 平時放在家都不用佔很多位 電量足夠大家頂一晚半晚 放一部在家都叫做有備無患 今次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沒問題 充電 你們 不夠 沒問題 接著